五通 你冷静一点 你这样很危险 把车停下好不好 你让我怎么冷静 五通 把车停下 我会跟立种谋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现在说还有什么用 五通 你不要这样 你放开我 你不要这样 解开 五通 五通 你别 五通 你不要这样 解开 五通 不要这样 五通 别管我 五通 五通 让一下 让一下 解锋一下 谢谢 让一下 解锋一下 你满意了吧 你怎么这么说 你怎么这么说 我 我也不想这样 我只是想要你们兄弟 闭嘴 你觉得你现在 还有资格说这些话吗 经过我们对现场的勘察 这起车祸有很多的疑点 我怀疑这不是一起 简单的交通意外 所以才通知你们过来 这场车祸很有可能 是蓄意谋杀 撞车的角度 速度和力度 都不是正常车祸 所应该有的 现场的痕迹告诉我们 有一个司机 在撞车的时候 并没有踩刹车 你 你是谁让你动这个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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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毛 我刚刚在楼下听警察说 他们在找肇事司机 警方怀疑不是意外是谋杀 怎么办 你够挺清楚 车是我开的 什么意思 为什么 你把相军害成这样 难道不用付出代价吗 我不是要害相军 如果警察来查 我自己不会负责 我这么做只是因为 你是彤彤的母亲 还有你肚子里那个 不知名的孩子 我不希望他们两个孩子以后 以你这个母亲为之 你为彤彤付出的一切 我现在一并还给你 从此我们两不相见 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待会儿不论发生什么事 不要让他开口说话 知道吗 请问谁是赵主司机啊 我是 我们怀疑这不是一起 简单的交通意外 而是一起谋杀 请你跟我们回去 配合调查 走吧 等等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你没听到警察说什么吗 是谋杀 你是不是想害死众毛 相军万一醒过来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呢 谋杀罪名一旦成立 意味着什么 这事跟周末没有关系 我要去跟警察解释清楚 你让我去 我也恨不得你 现在就跟警察说清楚 你才知最可祸手 可是周末决定替你顶罪 你现在许致会 让他罪上加罪 你知不知道 李伯母年纪大了 童童还小 公司上上下下 没有一件事离得开他 可他决定替你顶罪 让警察带走 武统 你就算报复他 你也应该满足了吧 你别怪我放狠话 你别怪我放狠话 周末自从认识你 就没好过 你给我听清楚 你最后离他远点 越远越好 本台记者现在已经到达向俊先生所在的医院 据了解向俊先生伤起严重 目前正在抢救当中 造成重度脑震荡 正在抢救当中 而警方发现 这起看似是意外事故的车祸 却另有引擎 警方怀疑 这场车祸实际上是一起谋杀案 而凶手则是立氏集团的总裁 立仲谋 案件正在紧张的调查当中 请关注本台的后续报道 医生 病人怎么样 病人脑部受到强烈的冲击 造成重度脑震荡 现在处于昏迷状态 他能不能醒来 我们并不能确定 你什么意思 他很有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请您做好思想准备 坐 坐下吧 您放心 向俊他福大命大 一定会没事的 怎么会是这样 这是命运的安排 还是天衣农人 忠谋怎么可能害相军呢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立宅那边来电话 说立女士她 她居然为乌东这个臭女人去坐牢 我早就知道她是想报复的 她想让周翁家破人亡 她才甘心 对 对 对